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怪的发现 这里无缘无故的多出了一滩黑色的污血 让人不得不绕行而过 或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啊 在年轻女子毕命的一刻 韩丽正在自己屋内检查身上的一切法器和俘虏 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等收拾利索之后 韩丽望了望窗外弯弯的明月 脸上露出了些寂寥之色 嘴中忽然低声的自语说 差不多了吧 应该独行发作了 说完此话 韩丽轻叹了一声 就出了屋子 向清音乐而去 韩丽对那名妩媚啊 她的怀疑其实在给蒙山无有解毒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不妥 她的身上虽然说 也中了同样的毒 但是 毒性可比另外三个人轻得多 就是发作多半也不会致命的 与之相反的 倒是她身上的血咒 韩丽费了好大的劲 才能去除掉 这就说明啊 年轻女子的血咒中的时间 应该不短了才对 否则不会在其神识中 留下这么深的痕迹 抱着警惕之心 韩丽在给女子解除血咒的时候 刻意的下了一个小小的禁制 当做后手 这禁制的作用啊 就是将其服下的两瓶解药的残余药力 暂时聚集在处 并在韩丽需要的时候 突发一变 变成剧毒无比的毒药 因为这两瓶丹药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无常丹 听着名字呀 无常 既可以用来做解毒的圣药 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手法转化为毒药 是韩丽所保留的战利品之一 而今天晚上 韩丽暗中叫来蒙身无有几个人 叫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女人做内应的事实之后 才出手倾下此女 并顺手用灵力在其身上点了几指 这几指除了可以禁制住她体内的大部分法力之外 还顺手呢 激发了这潜伏的禁制 只要一时半刻 韩丽并没有再次解开 女子就会像上面的一幕一样 死的是无声无息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韩丽的心里呀 对这个女人是否下杀手 碍于蒙身无有的情面 也是莫能两可之间 但绝不能让女子泄露了秦宅和他们的关系 这是韩丽的底线 当时就激发尽致 只是韩丽出于谨慎的防备手段 没想到还真就派上了用场 所以韩丽才在面对黑脸老者的禀报的时候 如此的镇定 不慌分毫 其实这个女人若是好好的留在秦宅做俘虏 韩丽呢 还会替其压制住禁制的发作 可是她现在逃走了 不管是不是蒙身无有主动放走的 从这世间消失了的她 不会泄露丝毫情报给黑煞叫的 而且她还卖了蒙身无有如此大的一个人情 对收服这几个人应该说大有益处吧 到了清音院的时候 黑脸老者几个人虽然精神不太好 但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 正静等着韩丽的到来 出发 一进屋 韩丽就干净利索的说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新王府在夜幕之下 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怪兽一样 威慑着一切想打这处主意的萧小猫贼 但今天晚上 韩丽等几个人施展了隐匿法术 悄悄地潜藏了进来 此时的新王府虽然因五老神仙的莫名失踪而闹躺了整整一天 但如此的深夜 除了一些守卫和港少之外 其他人呢都早早入睡 如今啊 正是酣睡香甜之时 到了府内 韩丽立即找了一名职业的守卫 施展了控神术 让其吐露了王总管和小王爷的住处 就将其一掌打昏 这两个人中 这小王爷的修为最低 我们就先从他下手 最后再收拾那王总管 蒙山四友 早已被黑煞叫的人 竟是新王府的人 而感到大为吃惊啊 听了韩丽此言 自然没有意义 纷纷点头赞同 对他们这些修仙者来说 这位小王爷 虽然说是什么 皇亲国戚 但是其黑煞叫何欣弟子的身份 才更让他们忌讳 接着 几个人就无声无息的接近了小王爷的住处 一个三层小楼 附近呢 还有数名的王府的守卫 为了怕一会争斗起来 这些人会过来碍事 蒙山四友 没等韩丽出手 就纷纷上前 将这几个人放倒了 韩丽看着他们熟练的伸手 暗自的点点头 觉得有些手下 嘿 似乎还很不错嘛 因为从侍卫的口中得知啊 小王爷居住在最高的第三层 韩丽没有让他们几个人上楼 而是吩咐他们分别埋伏在周围 万一这小王爷太滑溜了 从韩丽手中脱身的话 他们正好可以拦下此人 给韩丽呢 争取时间 当然啦 为了怕惊动居住在府内另一头的王总管 韩丽不惜法力的施展了一个超大的歌音结界 以小楼为中心 将方圆数十丈的面积都笼罩其内 然后 韩丽才轻飘飘地飞上了三楼 一闪进了阁楼 蒙山四友 提心吊胆地望着小楼的三层 眼都不眨一下的时候 一个人影飞快地从里边闪出 这几个人一惊 发现啊 仍然是韩丽 心头一松 同时呢 也大感奇怪 这 韩前辈这么快就得手了 可怎么没看见小王爷的人呢 韩丽阴着脸从楼上飞落下来 一见四人聚齐地过来 就皱了一下眉头 楼上没人 只有一个用幻术变化的人偶而已 看来 他肯定有事出去了 韩丽这话让其他几个人大眼瞪小眼起来 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难道是妩媚已经给对方报信了 所以人提前跑了 或者有套 中年女子露出了担心之色 不会 若是对方真设下了陷阱 早就在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发动了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任何防备 其他几个人啊 听韩丽这么一说 不心松了口气 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 果然没有任何异状发生 前辈 那下边该怎么办 要不要先撤退 等改天再行动啊 先去找到王总管下手吧 若是他也不在 今天行动就取消 立即撤回 听了他的话 蒙山似有忽望一眼 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哈利放出几道法诀 将结界一收 人就率先向王府的另一侧前去 其他几个人呢 则寸步不离 紧随其后 王总管的住处虽然不是小王爷这样的阁楼 但也是一人独占一处的三合小院 当韩丽等人到了附近的时候 其一间屋内竟然微微亮着光 似乎还没有入睡的样子 韩丽没梢一条 看来这一次不会落空了 想到这儿 韩丽冲其他人做了一个隐匿戒备的手势 就立刻运用起新学会的无名脸器法诀 整个人身上的灵气立刻散失的是无影无踪 就如同一个普通的凡人一样 接着韩丽身形晃了几晃 人就突然出现在了亮灯的那间屋子的墙根处 并紧紧的扶尔贴在膝上 因为那次王总管给韩丽的感觉十分诡异 所以韩丽没有拖大的放出神石去探知屋内的消息 生怕被对方察觉 可是韩丽紧紧听了片刻时间 就脸色一变的倒飞了回来 并马上隐匿在了一棵巨大的花树之后 这一幕正在附近注视着这一切的蒙山似有大感意外 但随即耳边就响起了韩丽的声音 小心一些 那个小王爷也在屋内 大家见机行事 哎呦 这句话呀 立刻让几人心中一灵 都不约而同的屏住了呼吸 小心的望着屋门 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咳一声 门开了 里面走出了一个身穿淡绿色紧袍的青年 正是在新王府的小王爷 这天他回头 轻声和屋内之人说了几句什么话之后 就几步走到了院子里 屋门则自动的关闭了 随后呢 屋子里的光亮闪了几下 就彻底的熄灭了 看来啊 这屋里的人准备睡觉了 韩丽面无表情的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让他纳闷的是 对方身上还是看不出有法力存在的样子 可是其出现后 给自己的淡淡危险感觉确实是存在 应该是黑煞的弟子 也许是因为还在自己府中的缘故 这位小王爷并没有急着往回走 而是像个普通人一样伸了伸懒腰 望了望天上的明月 突然呢 叹了口气 随后 他竟在这小院中来回夺走了起来 一脸的愁容啊 似乎有什么难提在身的感觉 现在出手 当然不行 因为那位王总管就在旁边屋里 稍一打斗 咱就会惊醒了他 到时候 麻烦可就大了呀 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等小王爷返回了住处 个个击破的好 好在几个人呢 都是修仙之人 这点耐性还是有的 因此一个个隐匿的都非常好 始终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 这位小王爷终于停止了踱步 走出了院子 这埋伏的几个人 一看他这个德行 心里一喜啊 接下来的一幕 其让这几个人看得大概意外 他马上就怒火冲天 只见小王爷刚走出院门的时候 突然耍弄幻术一样的 不知从什么地方拿起了一套衣裳 飞快的换了上去 转眼间呢 就变成了一个浑身血红的蒙面人 正是吩咐他们几个人截杀哈利的那人模样 老者几乎虽然说是满腔怒火 但也知道事关重大呀 强忍着没有乱了分寸 现在他们几个人才真正信服了韩利的话 知道并没有找错目标 换了装束的小王爷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淡淡的煞气和一身不弱的波动 有炼气气十一层的母鸭 他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处 而往空中的抛出了一件血红的长条状法器 接着人们一闪就玉气飞天而去 看到这一幕韩利眼中 韩光一闪 立刻传音给四个人 跟人啊 不管他去什么地方 在半路上勤下 听到韩利吩咐的蒙山似有 迫不及待的 纷纷玉气跟了上去 而独自留下来监视王总管的韩利故意在原地多等一会儿 这屋子里边还没有什么任何异状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不放心的抛出神风舟跟了过去 韩利的神风舟速度 岂是蒙山似有几个人的法器可比的呀 天课之后 韩利就沿着他们遗留的灵气标记 追到了阅读城外的一座荒庙的上空 蒙山似有正在半空中 有些头脑简单的急着团团乱转 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见了韩利之后呢 立即惊喜的迎了上来 怎么回事 现在这一幕 韩利皱了下眉 我们追到哪儿 刚要动手的时候 这个兔崽子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我们 竟然突然钻进了这座破庙里 而这座庙啊 被人下了尽致 竟有阵法护住的模样 我们硬闯了一下 结果烧出了点亏 立刻退出不敢再去了 生怕啊 这里边还有其他埋伏呀 黑脸老者呀 看出了韩利的不悦 急忙上前解释 什么 阵法 对阵法一道 韩利同样的不精通啊 不过在这几个人的面前 他还是淡淡的说道 先让我看一下吧 说完 他就打开天眼树 仔细的向下望去 果然啊 在破庙的四周 弥漫着灵气的异常波动 但是韩利看清楚之后呢 却大松了一口气 这 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落石阵而已 是最简单的图属性阵法之一 虽然说对散修和炼气器的修饰来说 有些棘手 但对韩利来说 虽然不知道他具体的解法 但是这等级别的小阵法 只是用盲力就可以轻易的破掉 想到这儿 韩利并不说话的往橱带中一摸 然后 伸手同时一抛啊 顿时 四头高大的兽类出现在了眼前 这让吃过韩利 傀儡苦头的黑脸老者等人 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 韩利没有理会他们几人的金融 操纵着这几头傀儡兽 同时呢 拔嘴一将 竖到王口粗的巨大光柱 直直的射向了这破庙的所在 眼瞅着啊 光柱就要击到了破庙 他的上宫 通人浮现出一层薄薄的巨大光照 成半圆形 散发着淡淡的黄光 将小庙呢 完全笼罩在其内 光柱正好打击在光照上 顿时 黄色光照如同微波荡漾一下 开始颤抖了起来 死死的顶住了光柱的攻击 可就在这个时候啊 韩利毫不迟疑的一仰手 一对乌龙朵是脱手而出 并马上长得足有杖许大 狠狠的向下砸去 也击在了光照之上 一段清脆的破裂声传来 光照终于接受不住 这接二连三的强大打击 彻底崩溃了 这个落石阵 就此烟消云散 见到此卧的蒙山四游 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能单凭蛮力 就将这阵法破掉 这代表了什么 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懂啊 这说明韩利的攻势力度 最起码要是阵法护照力度的数倍以上才是 否则呀 一般的攻击就被阵法借助巧妙的禁制原理 给轻易的交解开来 他们几个人啊 可是刚刚在这阵法中吃了一点苦头的 不免在那落石阵多看了几眼 下去 绝不让这家伙跑掉了 此时的蒙山四游几个人对韩利 那可以说是心服 口也服 立马应声冲了下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韩利等人的背后 传来了一声讥笑 在找我吗 这庙里只是本家的临时据点 现在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呀 这声音立刻将已冲了半截的蒙山四游 惊得差点从法系上掉了下来 急忙呢 扭头一看 这一看不要紧了 几个人脸上瞬时都变得面无血色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61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